推出的当代影像路径及其可能跨学科系列研讨 当代影像路径及其可能系列线上研讨 即是对当代影像艺术现有路径的分析与研究 更是对其在AN时代各种可能性的探讨 我们特邀在当代艺术摄影哲学神经美学 并知科学等领域有独到研究的专家学者组成策划委员会 每期邀请两到三位嘉宾针对当代影像路径及其可能的不同主题展开探讨 本期将针对身体的凝视影像艺术展展开第一期研讨 接下来我们有请今晚的主持人身体的凝视影像艺术展册展人 艺术理论家呼吸公社社长藏册老师 有请藏册老师 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藏册 欢迎大家来到呼吸公社云饭局 今天是当代影像路径及其可能化学科研讨的第九期 同时呢也是身体的凝视影像艺术展研讨的第一期 因为就在这个二十号下午 这个月的二十号下午 我们在这个原美术馆这个开幕了 正式的这个身体的凝视这个影像艺术展正式开幕啊 这个在艺术界以及摄影界反响呢都非常大 完了就这个展览呢 我们计划呢准备搞系列的学术研讨 今天晚上呢是第一次 对是第一期 那么我们呢今天呢 在邀请到了这个参展艺术家 毕振宇老师 黎伟老师 还有呢这个我们这个在这个展览 这个来了很多的学者 其中呢包括这个元宇宙和这个AI研究者 科学作家世财维老师 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展开讨论 下面呢就有请几位老师一起跟今晚的观众 打个招呼 好有请几位老师 邀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诶是三位老师好 邀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邀老师好 对那个今天呢这个 这次这个展览呢不仅仅是一个影像艺术展 更是一个呢这个一个非常注重学术性的 讨论一个学术主题的展 所以这个身体的凝视呢不是指凝视身体 实际上呢他是讲了这个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 是被就是身体借助人类的意识来反观自身 好 那个徐斌把那个主题那打开一下 对 对 这个呢这段文文字呢就是我写的这个呃 测展前沿的第一段呃也是这个呃这个关于身体的这个学术的这个呃主题的这个最概括的部分 对 那么这个身体呢我们以往对拍摄也好 还是呃这个在讨论都好啊 他都在把身体当成一个我们观看的对象啊 所以呢这个而且呢这个以前所谓的身体的规训 像复科的理论呢什么都是把这个呃身体啊被这个被规训 呃都是这个身体这个被动的 那么实际上呢那么我这个学术灵感呢来自几个方面 首先呢就是以前我记得这个呃霍金就说过 他说这个不是这个我们在观看大自然 而是呢大自然在借助人类的意识反观自身 那这样一种反观的这个视角 呃此外呢这个桌学家朱瑞老师也是我们服务器艺术的专家 他呢提出来一个新的观点就是叫第四非人称视角 那他管的叫鳄鱼之眼 对他是一个意识之外的潜在的这个视角 实际简单的讲就是什么呢 就是实际我们的思想啊 我们的意识是被身体所影响的 对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当我们这个身体特别健康的时候 我们那个对我们的那个精神情绪就可能更乐观 呃当我们这个当身体不好的时候 那有可能对你这情绪就低落 就是你这个想问题包括你的思维方式 实际是呢呃受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呃基本上呢就是这样一个 那这一个就是最简单的想法出发 然后进行一个更深入的学术探讨 那么在后头呢我也会有这个其他方面的 那个更加深层的一个啊讨一个讨讨讨论 呃你比如说在这个是这个二十世纪呃上半叶 实际上那个呃这个梅洛庞帝啊呃他们这这些个这个呃 也这些个哲学家实际已经探讨到了这个有关的这个呃身体如何影响意识啊 这个意识如何被这个他像一个呃怎么说呢 就是呃身体的那种感受他在把那意识像一个漂浮物一样他在讲 对如何把它呃就所谓呃这个情绪这个实际在在被身体的那种各种感感知所加持啊 他这个就像一个漂浮在那个呃这个身体的各种感受之上的这样一种这种意识的连续性 这或者叫内稳态对这后面还会有有所讨有所讨论 那么这个第一第一块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呢实际是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呃 以及从那个认知哲学的角度呃来这个讨论 后面可能还会有精神分析啊和这个现象学啊其他的这些更多的视角呃 那么下面呢这个我们先有请呃十三维老师啊 从一个这个呃这个学者啊一个观这个呃在这个呃观看这个呃展览 的这样一个呃观者的角角度对那天呢我们那个在开幕式的时候呃 十三维老师聊的非常好对后来呢在上一期的我们那个服务器艺术公众号里呃 也有其他的那些个老师的讨论呃大家如果那个看到那个关注公众号的话可能也都看到了 对呃其中的那个第一段的那个呃回应呢就是这个十三维老师写的 对那十三维老师呢今天准备了更加详尽的这个呃这个学术方面的拓展 那么下面呢先有请十三维老师呃先聊一聊好下面有请十三维老师 嗯好的好的那个那我就开始我的分享好的 嗯我是分两部分那我先分呃先说第一部分吧 对就是呃呃我看到这个展览呃呃就是身体凝视呃呃 呃藏老师提前这个概念当时就给我感受到就是一种冲击 然后他就引发了很多思考就是提出就是身体怎么凝视 对然后身体跟视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么呃呃视角呢又是本身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就是还有哪些视角 那我就开启了就是一个灵感激发的有点然后又系统的进行了一下思考 然后我就呃回归到了一个就是呃还是从认知哲学 然后还有感知觉过程 还有以及呃后面一些系统科学方面的内容啊 包括一些AI的一些结合然后考虑这个问题 对那我就开始我的分享我这个标题是器官与机心 就是呃器官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眼睛本身就是一个器官对吧 那个器呢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物质 那么其实眼睛的一个功能其实就是一个呃能够关的一个器 或者一个物性的东西 然后那个机心呢其实代表的就是呃因为我们现在呃AI比较比较好 但是其实呢我们的人的神经系统跟AI的话 它其实都是处理的一个相同色法的内容 所以就简单用那个机心来概括 好那我就从这两个呃呃 颜遇性标题上开始我的分享 第一部分的话我先讲这个多样的视角 与主体系统的关系 就是主体系统它怎么能够呃具备一个多样性的视角 以及它的视角是怎么被限定的 呃首先呢我我这个是我一个大纲可以说是 就是呃我经过思考认为就是视角跟媒介是呃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那么视角的一个呃比较严格定义就是 它是说视角从现实到内部语言的一个映射 比如说有一个外部的现实世界 然后呢主体的内部呢它有一个内部的系统 这个系统呢呃它会有几种层次的语言 呃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呃纯粹的感知觉系统的话 那它其实就是还是物理的一个吸收器 那么神经系统呢就是高等生物之后呢产生了大脑和神经系统 那它也是一种神经系统语言 那么再高等的像人类这种 那像智人对吧能造工具和语言 那它就有语言系统 那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我们可以呃可以算是内部使用的语言吧 其实语言系统算是一个边界了 所以这部这部分就是说如果说现实上内部语言系统有一个不同的映射的话 那我们就有一个不同的视角 这个视角呢它其实最开始可能还是借助最开始的感知觉系统 我们看下面这张图左边 左边的话像化学刺激还有机械刺激和能量刺激 那么这些的人生命的感受器呢 其实我们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尽端刺激 就是跟皮肤相关的 那么这个眼睛 有了眼睛之后呢就有了视角 而这个视角眼睛它是一种光刺激 光刺激本身呢它是可以是一种远端 远端的接受信息的一个处理途径 那么这两种的话它就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些信息 我的感受器接受之后 我会通过比如说生命的高级系统会经过一神经处理 然后呢我们人类呢又会用语言系的一个处理 那最终它最后处理的结果 是跟我最初的一个纯粹的视觉看到的不一样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以摄像头为例的话 就是如果说如果没有带滤镜的话 是一个纯粹的感受器系统 那么那些带滤镜的 或者说有风格化的那些摄影 那它其实就经过神经系统语言系统就处理了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后面发展的神经系统也好 语言系统也好 甚至文化系统也好 它会通过内部的这些不同的算法 最后对我的视觉成像起到一个决定作用 那它不同的算法就会决定于不同的视角 然后是外部工具媒介这一块 这块的话其实就是说 当我们观看一些外部系统的时候 那么其实主体包括我们意识本身 是可以把它当作借鉴为我自身的一部分的 比如说这些我们的技术的制品 一些艺术品 它要通过我们一些非人主体 有可能通过动物 也可能通过AI 通过他们的反应 然后再反观我们自身 那实际上就相当于说 我们把我们的认知延展到外部环境了 通过外部环境的这些 技术物或艺术品 或者一些非人主体 那么又有一个新的视角来产生 来反观我们自身 这个是我一个主体的一个大纲的部分 下面我再一点点来讲 那首先这个认知跟视角的话 前面是一个感知觉的过程 那这里的话其实就是 这是一个我们看那个右边那个图 从感知觉到我们的注意力 到我们的知识 最后到我们的一个最后的知觉成像 那会发现我们最初的感知的东西 是经过一个大脑的处理之后才成像的 那这个的话就有点说是 我们一些后天形成的一些 就是我们后天形成的一些知识 还有我们一些经验 会影响我们成像 那左边这个是向左转向右转 大家不同的经验可能会看到 不同的转向 右边的这个是一个可乐罐 这可乐罐其实 它是完全没有红色的 就红色完全是大家自己脑补出来的 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可乐的经验 就会把这个红色放到这个 没有颜色的这些 这些罐上上面去 那它就变成一个有颜色的了 那因此的话 我们的视角本身就是和 从感知的时候 它就有成果率了 就是我们的感知系统 比如人类可能大体的感知是一样 但色盲还更不一样 动物就更不一样了 那么到神经系统之后 通过我们后面自上而下的一些知识 那它最后也会影响我们的成像 那么这些不同的处理过程呢 就会影响我们有不同的视角 看到不同的图像 所以说可能说我们不同的大脑的过程 那就是能产生非常多不同的这个视角 去感知我们这个世界 对这个世界进行成像 那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前辈景提到了 就感知觉 一个远单刺激跟近端刺激 那实际上这个光学的刺激 它是有点特殊的 就是我们可以认为 就是眼睛是一种特殊的皮肤 因为生物体最开始 从环境区分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组织边界 那皮肤是第一种边界 对吧 它是参与的这些物质的交换作用 那么这个在物理学来说 就是说是一些分子 能量这些作用 那么如果说光的话 但这些作用是近端的 与远端的话 我们就只能通过去感受这光 那就是一个玻色子的作用 那么当有了眼睛 或者视觉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感知 更远的环境的这些信息 那这样对生物体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所以说从触觉跟视觉的诞生 我们可以认为触觉是一种 哦 写错了 不好意思 视觉是触觉的一种延伸 这里有一个生物演化石 正极就是这个眼唇 那眼唇呢 它是没有我们原来的复杂的眼睛 那最早呢 它是有一个光感受器 那么当那个有光的时候呢 它就会 因为它是能进行光合作用 它是跟枣的一大类似 它就由边毛驱动这个光去向它运动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眼睛的光感受器作用 跟那个近端作用 其实类似的 它都是说通过接受 某种外部的信息 只光是一种远端的信息 然后驱使生命进行运动 那运动这一点其实很关键 后面还会谈到就是说 这个感知跟运动之间 其实是有密部分的关系的 那么视觉和时间系统的话 其实在艺术界就是也是有很多探讨 比如说这个 印象派 之前我可能也讲过 可能朱瑞老师也讲过 就是像这些印象派的一些画的话 它其实反映了人脑 就是早期处理的过程 就像我们看的很精确那种 那种影像呢 其实是经过了大脑全部脑区的处理之后的 那么在视觉的最初的脑区 比如说刚开始染色的时候 刚开始加入这个朦胧效果 这些脑区的时候 那其实画的就是像那个 印象化这模糊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们看这印象化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眼睛 比如模糊的时候 或者说突然远 在近这种看 那就会感到它那个波儿在动 那其实就相当于说是 让我们后面的大脑在完成 它这个处理过程 所以产生一个动态效果 那更早期的脑区呢 可能就会进行一些非常抽象的处理 那比如说左边这个是一个盲式的患者 他可能就看到一些几个图形 那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一些抽象派艺术了 对吧 那右下角这个其实是康定斯基的作品 右下角左边这个是 左边是猫头鹰的一个视觉 右边是康定斯基的一个作品 那其实康定斯基在我看来 他某种意义上 他就是抓住了某种非人视觉的一个成像 那这种成像呢 就不像人是那种 看到这种人类的感官 他可能就是一个类似几何图形的世界 那就是一个圈一个圈的世界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神经系统 它其实对视角是有一个非常决定 就是很大权重的一个影响的 那么这个视角对方性的话 那么我们这里边就是可以从数学 或者说从那个人工智能或技术学一的模式学比 模式学就模式识别等等 就是比较硬的科学来讲 实际上在那个模式识别有一个定理叫丑小鸭定理 就他说两个天鹅之间的差别 和丑小鸭跟天鹅之间的差别是一样大的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丑小鸭跟天鹅它有不同属性的 请你把这个属性不同列出来 进行这个属性的组合 那你会发现你总是能把这些不同事物分到一类 比如丑小鸭跟天鹅就可能说 我这个如果以基因来付类的话 那么显然这个丑小鸭跟我这父母天鹅之间的相似度 对吧 要比你另外两只随便的天鹅要高 那这就是一个丑小鸭定理 它代表就是我的视角付类是主观的 我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这样多样性 那这里是莱考夫认知语言学家的一个作品 叫女人活以危险事物 那它就显示一个范畴显示心智 就是我们的感知觉过程 其实本质上就是把事物不同的这些信息进行范畴化 然后符合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说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语言文化中 有把某些事物归到一类的 就是猫是猫狗是狗 对吧 但也有半人半兽这种东西 那么在这一个德尔伯语这个人中 他会把女人活和危险事物 用作一个词语 那在他们看来呢 这些东西也就是同一个事物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语言本身 它影响你的视角 对 那么视角对象性与最优于解 那这里还有两个技术学定理 一个就是没有免费午餐定理 那就是在于技术学院中 是没有一个单一算法 能够在所有问题上表现最优的 那这个提醒就是说 我们不可能用一个视角 一招吃遍天下 就是说我用一个视角看问题 就能把所有问题都看透彻 跟那个看得最好 或者说解决最优 或者更了解了 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是一个 学者存在境理 就对任何一个独特的问题呢 我们都是能找到一个让答案 就是不言自明的一个视角 或者是一个更优的视角 那这个就提醒我们是说 我们对看待任何一个事物 就是不能抱着可能某种既定的视角 去看它 可能总有一个最好的视角 那让我们捕获之后 可能我们的感知系统 或者神经系统 或者提升我们的认知 或者审美之后 那么去理解它 是最好的一个理解方式 那这里就回到 身体视角的一个关系了 那赞老师开始说的话 其实就是 不过朱卫老师讲的 就是其实那个鳄云之眼 那其实就讲的就是 身体本身呢 是参与了整个感知和认知系统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具身认知的一个路径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前面讲那个触觉本身 视觉本身就是从触觉出来的 它本身就是一种触觉的延伸 所以说身体本身呢 就具有某种潜在的视觉能力 那包括呢 像包括其他的感官 像触觉跟听觉 那其实也是能够 在人的神经中进行成像的 对 所以说身体本身能成像 就如果 不从反应的角度 因为后面可以讲这个反应的角度 就是反观的角度 来说的话 就是身体本身 它其实也是能够具有某种视觉 那下面这张图的话 讲的就是一些文化跟宗教意象 就像很多文化中有第三只眼 那讲的就是人这个额头 可能有个松果体 你闭上眼睛的时候 它其实能感受某些比较弱的光 就是进行某些 某些波动的感知 然后像佛教 牵手牵眼的观世音菩萨 还有佛的法眼佛眼等等 那其实它其实也起下了一个意向 就当你把 遮蔽自身这个双眼之后的话 那可能就你打开了一个 更多的一个视角的可能性 那这个可能性呢 就是潜藏在我们身体中 对 那赞老师 我现在 这部分我就讲完了 就是 好的好的 好的 谢谢十三维老师 对 刚才那个十三维老师里面 提到的几个问题 正好也是后面我想 讲的 对就为什么 对 很多朋友都问我 就说 以前我一直是用这个 符号学的方法 来这个解释 这个影像啊 艺术 但后来呢 他们好多问我 说你这个为什么 又神经科学理论 又现象学 弄了 跨了这么多学科 后面呢 我在讲的时候 就就说的非常清楚了 就像刚才那个十三维老师讲的 这个那个 免费 那叫免费早餐定理 对吧 你不可能用一个 没有免费午餐 没有免费午餐的定理 对 就是说你不可能用一个方法 你就把一切的这个 因为这个 因为我 因为我是文学出身 我都发现这个 那个影像啊 那个真正的那个艺术影像 实际它的复杂程度 因为它不是单一媒介的 它的复杂程度 实际超过了文学 对 所以你用一个 因为文学毕竟是 语言文字嘛 是单一的那种符号系统 那个呢 对用实际也 也需要神经科学理论来介入 就那种所谓的那个神经语言学 也需要那方面 但至少说 一般的符号学和叙事学 还是基本能 还是能够 基本还能够用 但是对这个影像来讲 真的就不够用 对 所以我一会儿 后边我还做了好多图 对 就能够讲清 他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 光靠符号学 是不是不行的 对 那你要是连符号学都 都陌生的话 那就更不行 对 你说我就凭 凭这种 凭这种常识 我来判断 我拍的就真的 或者怎么着 这个更不行 对 那我现在呢 先这个 先不说 因为后面 我肯定要分享 那么这个 两位艺术家 对 这个 毕正宇老师和这个 黎维老师 对 他们那个 这个都是我们这次的 参展艺术家 对 我相信很多 没有到展场的 这个朋友呢 也特别关心 这个展览里面的一些个作品 当然我们今天不会 不会涉及全部作品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系列讲 对 所以我们今天 对 会与我们的话题 讨论相关的一部分作品 那这个 郑宇 要不然你先 你先冲你的作品说说 然后再 在这个说说 其他的艺术家的作品 好吧 好 那我先分享一下 我的作品 可以看到吗 我 现在还没看到 现在可以了 有了 可以了 OK 我这次参展的作品 是叫身体图景 然后我是用一个人工智能 然后大概是19年的人工智能 叫生成对抗网络 然后训练了很多图像 从互联网上搜集了各种各样的 那个关于身体的语言 因为我觉得像语言有两种 一种是我们符号化的语言 就它具有形式结构 让它彼此之间的对应的关系 还有另外一种语言 就是身体语言 身体语言 它跟符号语言不同 它比符号语言更丰富一些 而它一直在不断地承载着 各种各样的变化 比如说像语调 或者是 那个 就是不同的人说话 它不同的方式里 它都有这种语言的 本身的身体性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大概是想 就通过这种人工智能 把各种各样的身体的符号 给抽象化出来 所以我找了很多不同的照片 比如说有部落的仪式的那种身体语言 还有各种像现代舞 像在舞台上的这种身体语言 还有像一些拳击 比如拳击它有语言 像就是泰拳或者是什么国际 它也是不同的身体的语言 当我把这些语言就放在一个 声称对抗网络里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然后生成了一些 就是不像语言的语言 我把这个语言叫做 关于身体的一个图景 然后这种图景 其实现在呈现出来的画面 它本身一方面是关于 人的身体肢体的一个影像 而另外一方面 它也是一个关于一个技术 就是声称对抗网络 这个技术它呈现出来的一个 关于就是我们可以说是AI的一个身体吧 因为这个身体它就是影像 它是在不断变化 但是它总是呈现出来相似的一些特性 所以而且为什么选用这个身体 这个材质 因为我觉得像比如像人的身体 它在过去20万年30万年 以这个是尺度之内 其实是没怎么变化 或者说大体上没怎么变化 但其实在这个概念化的身体 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肉身的身体上流动 像那个关于权力的关系 然后关于什么DNA 就是科技的这种 就是生物学的身体 或者说像劳工 这种不同的身体的符号 都通过我们的这个肉身来呈现 所以在一个好像不变的肉身之上 它随着不同的定义 我们这个身体它一直在变化 我们不断地认知到自己新的身体的可能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又像一个容器一样 它是不同的这种概念的混合 当我想把这些不同的概念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呈现出来是一个关于身体的一个 抽象化的宏观的一个材料吧 这就是我这次展现出来的这个作品身体图景 然后这个图呢 它也是图像图 但它又是一个一体字 一体字就是它读音一样 然后写法不同 它的含义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看起来是一个不太常用的一个字 我也想通过这种图像的身体 然后这背后指向的是一个是我们肉身的身体 和一个技术的身体 它混合在一起呈现出来的这种身体图景 这是我这次作品的那个概念吧 大老师我作品概念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对 这个作品呢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呢这个 在我们这个展览里头呢 就是唯一的一个AI艺术家就是毕正宇 为什么一定要有他那个作品呢 就是说这个我们身体的那个 我们肉身的那个身体的那个 假如说用朱瑞老师的话说 所谓叫第四非人称视角的话呢 那么这个毕正宇这个实际是机器视角 我们甚至可以说叫第五非人称视角 对因为这个视角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 对因为我那个在前一段不是提出一个观点吧 说AI如魔镜 就像那个魔镜一样 它不是一个物理的镜子 它是个魔镜 对这个 所以呢这个他呢这个 因为这个他 他是模仿人类大脑 但他不等于人类大脑 他跟人类大脑还是不一样 所以呢他的计算方式 以及那个读取的方式什么 跟人也不一样 那么这个东西他不一样的 恰恰是他的可以打破 因为我们人脑 我们人脑看了东西思考了东西 也是这个就他特定的这种方 这种方式 这个运作的 那么这个不 这个AI不同于人脑的地方 恰恰是这个 人脑自己所 就像人脑自己的一个盲点 意识盲点一样 就是他是自己意识不到这个事情 AI恰恰可以提醒人类 不要这个 这个 总是沉浸在自己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感知的那种 意识的那种幻觉里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 AI的那个 在在艺术上 我觉得可能是 才是最 具有那个重要意义的 对 他那个对于那个 实用的那个AI 那当然那个 他不是不一样的 就技术的AI 就是我们怎么用于 日常生活的那个 那是又 那是又一回事 但作为一个艺术家 我觉得那面对 那个AI 对 恰恰是应该他是 像魔镜一样 是提醒你 对 最美的不是你 是白雪公主 对 这个时候我 他才能够打破 那个皇后的那个自我的 那个那个想象的 那个幻觉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 他作为艺术的AI 对 我是这么一个思路 那么我们这个 展展展览呢 也特别有意思 对 这个后边我也会分析到 但是现在呢 我还是先请 这个黎维老师呢 对自己的作品呢 这个讲一下 他的这个 拍摄过程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展览的时候 特别有意思 这个 因为他那个影像是非常炫的 对 而且我们这个展览之所以 没叫当代摄影展 没叫摄影展 而叫影像艺术展 也是跟这个也有关系 就是我们 因为摄影的这个概念 已经 已经内爆了 就是他 对 他不仅仅是一个说拍摄 如何如何 对 他一个更大的一个外延 对 是一个影像的概念 既有动态的 包括镇宇 那个实际也是动态的 对他并不是说把那个刚才这与展示的那些个呃 那些个小小图像啊 直接贴墙上不是那样 他是整个的是一个呃 一个那个他是动态的一个头一个投影 而且呃 这个观众还可以跟他互动 对这是这是很非常有有意思的一个作品 那么就是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影像艺术的概念 实际呢 已经呃 不仅仅是我们以往的所说的那个认知的那个摄影的那个 那个那个简单的概念 但摄影也其中也是一种 就直接的那种拍拍摄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不仅仅是这样 所以我们用一个更宽泛的更大的概念 就叫影像艺术展 那么李维老师那个作品呢 当时呢呃 大家很多人就都问 说这个这个是屁上去的吗 哈哈 对这个他这个那个那个对 那个人飞起来吧 对一会我可能还要分析那个 对那个那个从现象学和佛号学 两个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来分析那个 呃 但是呢 现在很多那个观众呢 都非常有兴趣 呃 就说是呢 这个这个是屁上去的 还是真 怎么可能飞飞起来呢 所以我觉得李维老老师 可以就自己的那个作品的 那个呃 那个拍摄和创作过程 实际是非常像拍电影一样 对 这非常复杂 可以这个连自己的那个想法 关键什么一起先讲一讲 好吧 李维老师 哎 好 那个 我我我现在 我要问一下就是 这个我怎么 把我的那个 给打开 比如说我的 你们的 家 或者 那点击那个共享屏幕 共享屏幕 你点我自己吗 哦 共享屏幕 这下屏幕 然后 有文件吗 找一下我的 这个 哎 好了 有了 嗯 有了啊 嗯 我来带一个 我呢 一般都是那个 叫微雅 可能用到这个 比如说我现在 给大家看看 本宫就使用了 但是大多都不用到那个 叫车 因为我还是用 很谈的方式 这个 来电影的 叫微雅的方式 让我再 视线在空中 飞着一种赶 的拍摄 拍摄 到最后成像的时候 我是需要 再把这个 当时什么修掉 啊 因为我 我早期呢 因为我是 学的是 油 油画专业 后来我开始 形成艺术 但是我 我又想 可能慢慢开始 形成自己这种方式 现场和最后成片 其实还是有差异 可能跟传统的 这个 行为 呃 艺术 还是不一样的地方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 一个 一个最简单的 可能不是要清楚 如果我是在那个 中心最有算的 然后用 他的算的 就是当时 我在瑞士的一个 编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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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因为很多辣碗是在这个无缘可能的形式,在这里有辣碗,然后呢,有大量的那个, 在那里有辣碗的干净,它也会正常。 我手里拿的是那个,一会拉烟,一会再看起来。 好,就我跨进那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烟。 如果那个分析和盘旋,要分到中间,大概可能到,可以到看不见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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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也会再也分下来。 好,这个就简单的办一下。 李维老师,你把那个,你把那个作品,那个对,拍好的作品,先给大家先放一下。 对,大家因为有的没看过展览,还不知道那作品什么样的,对,先给看一下,对对对,然后对对对,然后再看这个,对。 这是我展览的那个,三件作品,就是其中一个,对,给它打开,对对,对对,三件作品,三件作品,那么那个时间,这个拍的也是一样,这是最新的,这个呢是, 呢是平时的,即是三ında的这个,任务的双连长。 那我赞计吃,这个任务的双连长这种作品,因为比较特殊,因为那个,任务的事因为那是因为他不能开车,所以我们用吊车 media It is in fact it is , 比较困难。 后来这个我是因为有一个这个投资人 他是给我租了一个冷渡 可能在南方的朋友应该大家会知道 因为以前过长江过的 一般汽车他都要用那个冷渡 把车开在冷渡上然后再过去 因为是租了一个这样的渡 然后再把吊车开在冷渡上 然后你在海上再把我吊起来 那我的作品呢 其实我从最早 就是应该是从90年代开始尝试 做行为开始 其实就有一种非的感觉 那个时候还没有复杂明确 是无意识的 在一种上通通的段落 后来到2011 2010年 都做那个镜子 那个头在冰冬的一种飞的感觉 再到后来就是从29年飞入 2002年 从那个29年飞出来 其实到后面我就慢慢开始明确 就是这个飞可能就是 整个艺术语言 2012年以后 我在法国有一个一台作品受伤 飞下来了 小心 然后我在医院讨了一个月 但是那个时候我这么明白 可能飞就是我的一辈子的信仰的东西 可能一辈子我的作品可能就是做这样的作品 然后可能一切的东西都被为我这个身体的状态所用 就是因为飞它是一定是带有你的身体的情绪 就是就是你任何的外在的东西 你的思考东西 你最后都要赋予到你的身体的 就是你的思维和你身体的这个状态和行为 因为因为这个作品的体现 它是因为我现在是要把身体的表达要拍摄出来 所以所有的思考 所有的这个这个外界的感知 都会在你每一个作品里面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身体的一个 一个很微小的一个状态出现 所以这个这个是我可能每次我在拍摄的时候比较重要的 因为12年受伤就是我非常多 做一个很大的启示 可能就是一就是飞它就是我的这个艺术和生活的体系 就是所以我我现在做作品可能不像以前 以前可能会在于我每一个作品 要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达到某一种什么外在的 回与别人的一种身体 那现在我要所做的东西 我可能我都可以每天拍 也可以两天拍 或者我都想拍的时候谁谁会拍 我可能不认为它是一个艺术 李维老师打断一下您 您声音大一点 或者您那个电脑的声音把它调到最大 因为现在那个直播间里的声音说有点听不清 那应该是调到最大的 那在注目 我给你截了个图 在注目那个声音那个音频设置里边 把它拉到最大 您可以先关闭这个功识 现在是最大的 就是这个声音设置 音频设置 左下角 音频设置 如果扬声器的麦克风 你把它拉到最大 这个声音 最大 我给你戴 您看一下我给您的截图 微信截图 有怎么调整 如果再不行 你就麻烦您声音稍微大一点 我现在拉的就是最大的 我现在拉的就是最大的 现在我觉得声音比刚才大了 比刚才大了 可以 那行 那您请继续 不好意思 因为受伤的那次 其实我觉得 在自己的一个 一个飞的一个大动 大的一种概念 因为它是 因为我自己认为 就是说它是 从古时候 就是人类的 对飞的一种幻想 因为我们不管是西方的 还是东方的 最早的神话 或者是宗教的建构里面 都带有这个 所以包括科技 这么多年 一直包括后面的AI 新的科技 可能都会在建构这个飞的一个 实现体 或者说这个意志里的实现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我的一个 一个 一个被子的一个 那这个 后面每一个 不同的 就是 不同的文化体的片段 可能都可以成为我的 这个 这个大的建构 一个特殊的元素 所以它会对应 不同的这种 会产生不同的 每个片段的意识体 就是身体的 身体的意识体 所以 我后面去 为什么可以 拍很多很多很多 是因为 它有太多的 不同的这种 片段的意识体存在 它会产生不同的 会冲击你的大脑的思考 会带动你的身体的 这种呈现 所以 这是 这也是我相对来说 就是每天以后 我做的比较开心的 就是因为 我可以 每个月或者每个星期 我都可以去拍 不同的作品 大概 先说的这些 好的 好的 谢谢李维老师 对 徐斌 放一下我 对 从第二页放 对 那么呢 刚才呢 讨论到这个 就是那个 前沿 那个学术的部分 对 然后呢 因为这个前沿里头呢 我也提到 我说这个 其中的灵感来源之一呢 就是 朱瑞老师讲的 那个第四 非诚生是视角 所以呢 这个在第一时间呢 这个 朱瑞老师看了个前沿之后 这个也是 表示非常的赞同 对 对 他还特意的写了一段话 对 那段整个话的 在我们 上期的那个 服务器艺术的 那个公众号里 对 我这里截了 他其中的一句 对 就是他说大脑呢 是受身体操控的 来维持身体的内稳态 对 这个是这个 神经科学 已经比较这个 公认的一个原理 对 那么当时我还想到 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 这个身体呢 实际上很多的东西呢 是由这个基因 是由这个 这个基因在其中 包括这个 各种化学物质上 多巴胺啊 像这个菌群啊 什么 他都是 起到了对这个身体啊 什么这个 他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基因呢 基因呢 他唯一的那个 他最大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所谓的需求 就是一个是生存 一个是繁殖 那么繁殖实际 也是生存的一种 一种延展 那你比如说 为什么说身体能控制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识与无意识 我们的思想控制不了身体 就是你能感受到自己的血液循环吗 对啊 这个身体那个肠道的蠕动 你能感觉到吗 你是感觉不到的 你能支配它吗 你能那个控制它吗 是不行的 但是身体是能控制你的 对吧 所以你要头疼的时候 你就思考不了 对 你那个困的时候 你就 你就睁不开眼 对 你那个 对 你那个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 你就容易背滚 你的身体状况特别好 对 那个睡的 睡的好 这个吃的好 你的身体整个感受性 特别好的时候 那就相对你的情绪就乐观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身体呢 实际上 我们面对的身体 就是我们那个 以往老是说 我们的主体与客体 实际不是的 实际是这个 我们的环境也好 我们的这个 设身处地 这个 它是在这个环境之中的 就像这个 举的例子 就说 一个人在黑夜里 你不是因为你看见了黑 这个黑暗 是因为你 你就自身处在黑暗之中 对 所以你的所有的那个身体 你的那些个感受什么的 实际来自非常丰富的 就像士山菲老师刚讲的 非常丰富的一个 对 各种各样的一种 一种感受 只不过是呢 因为人是语言的动物 你可以用语言来描述的 但是语言是不可能穷尽 你的各种感受的 对 那么这个 徐斌往后翻吧 我把这个 对 对 你比如说这个 我们这个展览里头 这个 法国艺术家 这个 莫拉维茨 他的这个展品呢 附带的是有视频的 是有这个 他的这个创作过程的 你看了之后 你就感受到 他实际不是简简单单的 用一个影像 与他画的线条 与他的那些个 其他的那些个 东西做成一个 还有他一些个 其他的那种 其他材料 那种 对 做一个所谓的 不同的材料之间的 一个组合 不是这样的 实际呢 他在构建一个 属于他自己的一个世界 对 他呢 就像这个 他在构建他的世界 就是他 他这实际等于 他创作过程的一个 某一个时刻 对 这个 再看那个 徐明 再看下一张 对 那么这个 他实际这些 几何图形什么的 都是他在工作室里做的 在他那个工作室 地下室里做的 然后他利用那种 光学的装置 他实际在 在造他自己 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宇宙 对 他完全 他那个 他他就在这个环境之中 对 他的身体 不是与那个 环境之间的 那个 那个看与被看的 关系 而是那个身体本身 就是巨身的 就在那个 事物之中 对 而这种 而那个看 只是他那个 设身处地的 那个所谓巨身的 那个一部分 对 他的 所以他展示这个图呢 如果到了展场看的话 就会发现 比如像这个 这幅作品 他不是平面 是一个立体 对 他在那个 他这个作品表面 那个玻璃呢 是用这个特意定制的那种 那种玻璃 而他的那个影像 是用胶片拍的 是这个印在这个前面玻璃上 而后面的影像呢 是用这个 其他的方式拍的 然后在他的背景上 对 他整个这个是一个 像一个盒子一样 对 它是立体的 不是平面 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 而这样的一个角度 只是他这种 用他自己的身体 召唤那个他所建构那个宇宙中的某一个片段 对 而不是 而不是全部 对 所以这个非常的有 非常的有意思 对 下一页 对 然后呢 这个 我也看到了这个 这个二世纪上半页 这些个哲学家 包括这个艺术家 他们关于这个身体的讨论 他们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实际科学理论也好 什么 呃 他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的这些个 呃 科学实验呢 对他的证明 但那个时候实际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 问 问题 你比如他们认为身体 既 既是自我的外部 也同时是内部 既是想象的 也是 真实的 对 那么这个 呃 他们实际当年 这个考虑这个 思考身体的问题的时候 实际已经开始借助于 呃 现象学的一些理论 对 这个 下一页 对 然后呢 他们呢 因为我这次呢 在这个学术主题里 我呢 主要是 从这个 就说 拉康的那个理论 就是那个呃 想象界 这个 时代界和这个 像象界 呃 这样的 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 对 这个呃 这个来这个分析这个身体的这个 你比如说作为符号的身体 作为实在的身体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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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能够呃 能能够影响影响大脑的那个 属于实在的身体 对 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个身体 实际属于想象的 那个符号的身体 哎 那么呢 对 那么这个 真正的那个实在是不可能被符号化的 是不可能被这个 甚至是不能被言说的 是不也是 前语言状态的 是不能被我们所这个 这个说解释的 那下一页 下一页 对 然后呢 这个特别有意思 还有我就发现这个瓦 瓦里里他们当年呢 也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身体 对 他说这个第一个身体 第二个身体 第三个身体 最后还提出了第四个身体 也是非常 有有意思的 对 这个呢 这个我就不太 不会不就不太细说了 好吧 那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 对 他这个说的很清楚 我我我接 我接选了他们的一些个 观点的一个栽要 对 下一页 对 然后呢 他们 对 他们这个 认为呢 这个 而且他们还是分析了这个 这个在清醒状态 时候这个身体 对 然后呢 和这个 在这个 梦境中的身体 对 这个 对 他就以空间的关系 与那个意识的关系 与那个对象之间的关系 对 也分析的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 他们这些个 早期的现象学的 和这个 艺术家 这个 他们对这个身体的思考 在我们今天 也非常有意思 从另外一个 一个角度 一个不是一个 实证科学的角度 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 对 下一页 对 然后呢 他讲这个 他说这个 在他们看来 这身体这种 连接内部与外部 主体与客体 活动与被动的 这个 脚链 他是一个 像一个链链条一样 对 这个呢 跟我们今天的 那个 我感觉跟拉康的 那个理论 实际上 有 甚至可以视为 是一种 签拉康理论 对 是一种 这个 是有 有很多思路上 是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对 那么这个 关于身体这块 我补充的呢 就先补充这么些 那么下面呢 这个 史三维老师呢 继续你的第二部分吧 好吧 有请史三维老师 嗯 好的 嗯 嗯 哦 对 嗯 好 那个我前面讲的 就是 呃 一个是就是身体 跟视角的一个关系 然后还要这个 多样视角 是怎么产生的 然后 它跟那个感知觉 的关系什么样子的 那么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 有很多 就是已经 呃 有知道了 有很多很多的视角 这些视角呢 跟我们的感知觉 跟生命的神经系统 跟语言和文化 对 都是有关系的 那么 就是我们现在 就考虑一个问题 就视角本身 它 它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吗 或者说 视角本身 它纯粹是呃 反映那个 现实的一个东西 一个表彰的东西吗 那么 还有就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 就是超脱我们 身体 之外 就是在我身体之外 呃 再产生某种视角 然后对这个世界 进行某种 凝视或观察 这是我第二部分的 一个内容 好 那这 这里的话 我先肯定先引出 这个呃 生生主义的这个观点 那前面的话 前面我其实也讲到 就是这个眼虫 对 因为眼虫 它那个 那个眼其实就是皮肤 就是触觉的一种延伸 那么从物质交换角度也是 就质子到光子 这样一个延伸 那么 呃 这个就我们说 从生物演化来看的话 就是这些感知觉 它都有一个本源的关系 那么如果说 我们现在换到 这个高低的生命来说 那我们怎么理解 这个感知觉 啊 包括这个视觉 那前面 呃 在很久 很长时间以来 就是大家都认为 呃 视觉 包括感知觉 都是对外部 客观世界的一个反应 或者说形成某种表征 这个表征呢 在大脑里 呃 重构图像 那这种解释呢 它是能够 解释很多现象 然后包括神经美学的一些观点 都是都能 很多能解释 但是呢 呃 从前面我们看到 它可能还不够 本质或不够更根本 那么后面就是 在生生主义世界观下 呃 这个生生主义 包括前面的聚身认知啊 包括呃 延展认知 等等等等 都是统一在这个纲领下 那它是有一个解释的 就是说 我知觉本身 就是一个行动 那包括这个视觉本身 就是一个行动 那么前面的眼虫的例子 就是说 呃 我接受这个光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趋光性 我们看到 它这个感知 跟这个运动 其实是 你可以说 它是 就是一个整个过程 它是分不开的 就是感知 其实就是一种运动了 那么到了我们 呃 高级的这些生命来说呢 或者说呃 有神经系统的这些 呃 比如说人 或者智人 或者包括AI来说 那么它这个感知过程呢 其实 就呃 就跟前面有些不一样 但本质上还是相同的了 就它这个知觉呢 其实是 也是在我大脑里 呃 创建了某些连接 那么这个连接呢 本身 并不是像我们呃 存储到硬盘中那种 是一个词汇 是一个固定的 一个精确的图像 它本身是 改变了某些 我神经的一个权重 那么我们 从这视点来看的话 它本身就不是一个表征 它就产生了一个 我们可以称之为 就是在世界的一个事件 或者宇宙的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本身呢 是我主体的感觉器官 和外部的这些环境 相互作用完成的 对 它是一个独一的事件 那这个就是 这个理论 就是SMC这个理论 就是叫感知运动 偶和伴随理论 那它就是把感知跟行动 包括视觉跟行动 看成一个偶和的事件 那因此在它看来 就是说 我所有的看 都是在探索和 探索这个世界 外部的世界 和生成这个外部的世界 对 那么这个就是 它的一个理论 就是我们会把感知跟行动 就是也连接起来 就我们知道 那么我们这样考虑的视角的话 那么你就发现 视角它其实也不是说 我是有一个视角 然后我用这个视角 去看一个固定的东西 而是说 我这个视角本身 我生成了一个视角 然后我这个视角中呢 去跟外部世界交互 那我又生成了一个新的事件 或者一个影像 所以说 它都不是一个精确的重复 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行动 那么在这里的话 就是 讲一下视角跟神经元的一个关系 那么 这镜像神经元的关系 那它从基本理论来的 原的话 就是说是 高等生物 比如说这高等哺乳动物脑区 它有一个叫 静和神经元的区域 那这个区域的话 我们先看一张图吧 就左边这个猴子 它的神经的状态是这样子 它是没有这个电信号激发 那么汤达摸球的时候呢 无论或者它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那么它的 僵硬的脑区呢 会有一个激发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让 研究人员 把那个手 那个球去走 然后在 让它 研究人员 让它看那个球 那这时候 它没摸那个球 它也会 那个先的脑区进行激发了 那我们会发现 就是说 它实际上是通过 观察这个球 本身呢 也对脑区进行 相同的激发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 它实际上是把自己 带入到了 研究人员的视角 因为这个 神经激发完全相同了 对吧 那相当于 它就好像是 射身触地的 就像那个 被关的这个 主体这个人一样 然后去感知 然后去看这个世界了 所以说 进入神经语言的 一个基本功能 它是能够 带入人所观之物的 一个视角 然后产生 相当的神经刺激 那么在这个 意义下 比如说 庄子的 知鱼知乐 庄子就是说 我知道这个鱼 是很快乐 然后那个 会师还 非得让他 就是 讲你为什么知道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某种意义 是一个不可言说的 因为它本质上 是一个神经语言的 一个视线 对吧 就是或者说 生命体之间的 类似一种共鸣 按照生存主义 或者说 吉普森生在心理学来说 那么这个时候 就很难用语言 描述出来了 所以说最后 庄子就是说 他返回 返回到前面 就是说 就是请看 我那个最后前提 我知道 我知鱼知乐 在那个 在那高上 在那个坝上 我知道的 所以他就是想 打破这个 会师这个 陷入语言 这个泥潭 所以说 知鱼知乐 这个故事 其实在我看来 还是庄子 更生一筹 并不是说 那个庄子最后 耍赖 对吧 然后这个事 也是在意识科学研究中 就是说 这个感受 智乐不可言说性 也是因为这次 就是因为我们 神经语言 到我们 概念语言的翻译 它总是 很难穷尽的 要不然 你就会花很大代价 也很难 就是但是 总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 镜像神经的视角 就是延展的话 那么在我思考 就是说 那既然所观之物 都能产生一个视角 那我们创造的艺术品 包括我们这些技术物 这些东西 那其实都是人类 一个突然视角 那这就是 李游老师 那个作品 对 那么我们 当我们看 这个作品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 就是能够 深深处地地感受到 李游老师 当时飞翔的感觉 对吧 那么李游老师 前面也讲的就是 他做这个 其实的艺术品 其实也是想 体会到飞翔的感觉 那飞翔这种感觉呢 其实脱离了人本身的 一个环境的场域 像大地 那他就有了一个 高空的视角 所以这个艺术品 本身有趣之下 他就是 对视角的一个 更广快视角的一个追寻 就更广快体验的一个追寻 那他本身呢 那他我们看待的时候 又给我们带了一个视角 那这就是艺术品本身 在我看来就艺术品身 他艺术品就是 能够做上一个 生成视角的 这样一种尝试 一种探索 一种行为 那这个像金国他 这个作品也是 那当我们看到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 已经脱离了 就是我们 作为人本身 人的尊严 人性 包括我们人类文明的这些 对人的这些定义 那么人就 被变成一个动物 被变成一个博览 一个展览馆的 这样一个物体 那么他也是被囚禁 被展览的这个世界中 那当我们看他的时候呢 那他作为一个视角 其实就是 也是反观了我们自身 那么就让我们感受到 我们是也是被 当做一个展览品 被囚禁 被放置了 那这个就是 在我看来就是通过 人脑的 其中某 就是静神神源这一部分 当然神经源 其实有很多了 我们先讲到 就是不同的神经 它的组合连接 其实都可以通过 我们眼睛本身 要产生这些视角 我这有点乱了 那这里我 这里在讲技术吧 就技术本身呢 作为是一个延展视角了 那前面艺术品的话 那么我们 讲可能在心理 它的底层是神经了 那对我们的认识 会产生 会就有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层次 那对我们产生一个新人 那技术本身呢 它作为人的创造一个东西 它其实也是用延展视角 像我们左边是伽利略 右边是林普克 那么当望远镜 跟显微镜发明之后呢 那其实对人类文明 冲击是相当大的 比如望远镜发明之后呢 发现就人类 不再是宇宙中心了 就地球不是宇宙中心了 那这就实际上 对我们的宗教 包括哲学 都产生巨大影响 那显微镜也是 那么它对我们 砍上微观世界呢 就会发现 我们这个物理世界之后 会有一个更深的层次 这个技术物在我看来 可能就是说 它把我们原有的广杆 感官进行一个增强 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广 或者说更细的这些层次 那艺术物的话 那就是说 可能让我们转变 这不同的方向 或不同的范畴 那产生这样视角来 我们反观我们自身 对这是我对它 二的一个区分 那么对AI的话 就是AI为什么 这几年就是大模型 这么火 并且就是可能成为 AGI的一个基础 就是因为它摆脱了以前 就是那种 对图像的一个精确记录 判别模型的话 这里是判别模型 生存模型的关系 就判别模型 它可能还是 其实还是学了 很多特征分布 然后我有一个固定标准 最后它判别是猫和狗 对吧 那么生存模型呢 其实就是说 我在学习这些分布之后 然后我在通过 某些随机取样 我给它一个参数 最后再生成一些新的图像 那我们发现 就是生存模型 因为它是通过大语言模型 包括这个深度学习 Transformer这些 就是来进行训练的 它最后生存结果就是 完全就不是复现的 就是像那个图片拷贝 这样一个重现的东西了 那这个就是在我看来 它其实跟 就是暗和前面生存主义世界观 就其实让你想象 或者说创造 或者我们每次感知一个物体的时候 它每次其实也是一个生存过程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的人工智能是那个连接主义 对吧 就是神经网络嘛 那它只是说权重的一些变化改变 它不是说我们前面那些精确的一些刻画 所以说它也是超脱这些表征主义的一个世界观 就现在的AI就是之所以这么强 也是因为它采取了一个生存 生存的模型的这种方式 对 然后这个我就强调了一个 毕端云老师的作品了 在我看来 毕端云老师作品就是确实 非常有趣 或者也是非常 或者说先锋吧 就是这样子 首先就是它创造了一个技术物 那技术物在我们看来 在就前面的我已经看到 就是已经说到所有艺术品本身 它都能产生一个视角 我们观看它的时候 然后同时反观我们自身 对吧 那么就是毕端云老师作品呢 它其实是产生了一个类似的非人主体 就是AI呢 作为了一个外部视角本身了 那么这个意义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 不仅说AI本身是一个 能够反观我们自身的东西 就AI看到的这些 视觉的一些图像 就按照毕端云老师说 就是类似一种前身体的 就是与我们人类看到身体不同的 这些身体的样态 这些图像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了 相当于我们借助 我们借助AI视角 来反观我们自身了 那就像那个霍金说的是 大自然可以借助我们来 反观自然 或者反观自身一样 那么其实我们也在 用这样的AI作品 对吧 来借助AI看到的东西 来反观我们自身 所以这一次好像是 我们跟大自然 又是有一种同步了 那左边就是 就是类似不太识别的一些图 就是人 就人其实对人进行识别的时候 它本质特征 并不是说精确你的毛发 或者说你所有特征 就是你的很多的一些 智体的模式 就能够识别你 就像那个 像一些天网系统 就是它通过你在路灯上走的步 就知道你到底身份证是谁 就是说这些 其实是可以抓住你的本质特征的 那这里我就有一个总结了 就是在我看来 就是说视角本身的话 它是跟那个内部语言媒进 还有外部的这个工具系统 就是相互作用 它就可以改成多种层次的视角 包括技术物 还有艺术物 还有就是非人视角像AI这些作品 那它其实都是能够成为我们更深层次的 观看我们自己和世界的视角了 那这里也有两种身体的凝视 就一个是前面就是说 我们身体自身本身 就能去凝视外部世界 就前面我作为它一种感官而言 另一方面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外部世界的身体的时候 通过神经 我们进入神经源 我们的神经的反应 包括我们的意识 这些崇高 那么也能够反观我们自身 所以这是在我看来 有两种身体的凝视 最后就是我对这个视角 就是有一个总结吧 这个是一本书 就叫《无限的视角》 对就是这个哈里斯这个人写的 他有一个视角原理 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个视角 当作视角来看的时候 就某种意义上我们就超越它 就认识它的局限了 那么我觉得就是我看那个藏老师这个策展 就身体凝视 我就思考了视角本身 所以就思考到底有什么什么视角 那么就可能就意识到就是 以前自己某些视角是有局限的 那么既然意识到之后呢 我就可以想办法 或者说知道这个视角 并世界视角不是单一的 那么我还能把哪些 就哪些视角可以呈现出来 然后我们这些视角呈现的出来东西 又是什么样子的 对 那么对于视角思考的话 我觉得因为这个 最开始无限视角 它是说 它还是从一个观测角度 就是比如我看到宇宙星空是无限的 那么这个视角就转过内部了 那会发现我们内部视角也是无限的 那在理解这个无限视角这个关系 我们就可以想象 就是说我们如何 就怎么样创造更多的视角 以这些视角去看待这些世界 那有些是哪些视角是 更好的一个视角 有哪些视角是我们执着的一些视角 对 那么这就是我对这个艺术跟视角 这一个思考 好的 谢谢赞老师 我的分享就是这些 好的 谢谢十三位老师 刚才吧 特别有意思 这个谈到了这个 逼阵雨的那个作品 就是他投背AI的那个身体的那些个 对 那么呢 这个AI呢 特别有意思 他呢 只能理解那些动作 对 但是呢 他这个 他跟人类的识别不一样 这个让我想起个什么来着 想起这个 因为人类啊 那个大脑里头有一种 根深蒂固的 叫身体异象 对 这个在神经科学里面来讲 就是当一个人 这个肢体不全的时候 就是那个你比如受伤了 少了一只胳膊 或者少了一只腿的时候 他会产生患肢 这个 就这个腿都不存在了 和这个手都不存在了 他怎么还会疼呢 对 是因为这个大脑里有这个身体异象 所以那个身体异象呢 他具有那个身体的完完整性 而这个AI迄今为止 他还没有 他还不具有人类的身体异象 所以他呢 那个学习来的那些个 那些肢体的语言 都是那个不受那个 因为他自己没有身体异象 所以他跟人的那种 对自身的那种身体的异象的感知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是不会出现幻知 他只会出现的出现那个幻觉的值 那种各种各样的那种 对 那个前肢体语言的 这个非常有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感觉那个 他那个作品 那个身体图景 那个图用了一个一体字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点呢 我感觉呢 我还想多说几句 对 因为什么呢 这个你想他的意思 他的就是一个一体字 那么他的这个意义 也和发音是一样的 那什么不一样呢 作为一个文字的肉身不一样 他跟我们展现的那个 字本身的那个图景不一样 对吧 对 所以正好这个对这个一体字的应用 恰恰反映了一种那个不一样的 那个身体的图景 对 不是我们不具有身体 人类身体异象的图景 而是另外的一种一种图景 于是那个是那个文字作为一个肉身本身 给我们展现的形式是不一样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个下面我呢 这个徐宾你放一下那个影像那部分的PPT 今天实际我特别想跟大家呢 想简单的分享一个什么呢 就是那对 就是这个我的一个思考的过程 那么就说 为什么这个光用这个符号学虽然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只仅仅用符号学 是这个还是解读不了这个 这个照片和什么说叫影像的 对 他为什么还要又得牵连到这个神经科学理论 又得牵连到现象学 还得牵连到这个 这个神经科这个精神分析学 对 为什么要要这么多跨学科 才能够把这个事想的更更深入 更全面一些 那么这个石杉维老师知道 就是石杉维老师也也也参与我们好几回 就是从这个已经将近两年的时间 我们一直在我主持一个栏目 叫这个叫语言图像 与当代一种 那么就是我一直呢 这个在这个思考 这个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到底 这个是什么一种关系 就他的深层的关系 对 你简单的理解嘛 就看图说话 那个那个没有意义 对 那个就那个联合画式的语言 那个那个互相彼此解释的那个 那个就太太太简单了 对 那个就没有意义 那个完全是一种 最简单的那种 所谓有图有真相 那个那个不是他的一个 一个真正的那个 我们需要探 需要探讨 对 那个他的深层关系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所以呢 这个 我我现在终于把这个事想的 对想的 基本是想 他的这个基本的道理想想清楚 那么呢 更详细的那个 分分享 我可能会在春节后专门弄一期 把我这个 这将近两年来 通过这个栏目的这个 整个这个系列的这个思考 对 做一个小节 那么今天呢 我觉得 因为我们是个影像的艺术展嘛 所以除了这个身体 这个主题以外呢 还会 还要对影像本身有一个 不一样的 这个非常的深层的思考 所以呢 下面呢 我想这个 分享的这个 这部分呢 是关于影像思考的 这个 这个 这一部分 那你比如说 首先呢 就刚才 提到了 李维老师的作品也好 什么 还有那个 其他的 那个艺术家的作品也好 对 那么这个 首先 我们看那个照片 或者我们说 那个影像啊 就我们今天 简单的想 就是照片 与他所拍摄的 那个事物 也就是说 我们那个所谓的 现实的 那个 我们看到那个 那个事物也就是拍摄对象 他之间呢 是一种什么关系 对 然后呢 我们 看这个世界 以及看这个 把世界拍成了 照片里的那个世界 对吧 那么呢 就观看着 那个 那个地方 那是两道虚线 对 那么你发现吗 我们 还用李维老师 那个作品 举例子 我们看到 那个 李维老师 假如那个拍摄现场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什么呢 是从那个 观看那个地儿 看到是那个事物 对吧 但是呢 我们 这个时候 实际不是光看的问题 是一个置身其中 就我刚才说的 你在黑夜里 你看到的不仅是黑 而是你置身于黑夜之中 对 是你身在黑夜之中 那就说你那个看到 李维老师那个弄的支撑机 在那个海面上 在那个飞 怎么弄 对吧 那你呢 你那是一种置身其中的感觉 那么当你看那个照片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人会一问 说这个是 P上去的呢 还是这个直接 像拍大片一样拍出来的 对 因为照片 他给我们的展现的 从现象学来讲 它是一个侧面 或者一个视角面 它是一个 呃 不是一个全部 呃 那么这个我们从现象学来讲 我们观看事物 就是观看我们这个周围的世界的时候 他也是呈现一个侧面 视角面之类的 对吧 这也不是全部 就像你 你比如说我看一个房子 我看到他的门 我就不可能看到他那个 呃 房子后面 但是呢 没关系 我们可以呢 对 我们可以这个 通过看这个 我们已经知道他的后面 而且呢 我们如果在现实生活中 可以围着房子转一圈 对吧 我们还能看 但照片 你不能 你不能转到照片背后去 对 因为照片不等于那个东西 它只是它的一个 呃 一个影像 所以我们只能指定的 那个摄影师的 那个角度的 那个侧面和视 视角面 对 我们只能够来 来对他进行这个 观看 这是从这个 现象学的角度来讲 那么我们看完了以后呢 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对 那个概念实际不在这里的 它是那个语言对 它的形成概念 然后再进行语言描述 那是下一步的事 那是在你大脑里发生的 啊 那这个语言的描述 而且生成概念的时候 那个概念不等于能够涵盖 它那个呃 既不能涵盖那个事物 也不能涵盖那个 那个 因为 因为事物你盖 呃 这个直观的时候 你是有有感受的 对 那个感受 你是不能完全 呃 这个还原为概念 对 这个概念不等于能还原出 你那个感受 看照片也是一样 对 都是 都是一样 所以那个 所谓的这个 你对语言描述的 那个作品 也就是说批评家 对那个 呃 照片 对那个影像作品的解读 并不能够 他只能是对他的一个描述 而且具有不确定性 具有这种 呃 随意性 但他不能够 还原 那个 艺术家的创作过程 以及那个 照片本身给我们的那个感受的部分 啊 这是个最基本的原理 所以这是一个 现象学的这么一个路 一个路路路路径 也就是说 他在直面那个事物的时候 和看照片的时候 这是两个曲 两个渠道 对 而且这两个渠道 那个所谓包含的意义 都既不在那个事物里 也不在那个照片里 而是在观看者的那个那里 发生 对 所以这是个现象学过程 那么下一节 对 这就我刚才分析的那个 李维老师的那个作品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 我们无法确定 这个他光看照片 我们无法确定 他到底是这个 把一个飞的人 踢到了另外一个背景上 还是这个 这个直接像拍大片一样去拍的 对 但是当我们知道 像刚才李维老师 在讲他的创作过程的时候 把那个直升机的视频 放出来以后 我们知道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背景以后 我们就就明白了 那是像拍大片一样拍出来 如果我们在现场的话 直接我们在那个环境之中的话 这个问题就不存在 所以那个照片与事物之间 对 他隔的很多 他隔的很多 他并不是完全等同的 那么下面 翻篇 对 这个也是 这个我要以那个何云昌的一根肋骨 这也是 因为我们这次的展览里面 行为艺术的这个影像也比较多 对 那么呢 这个 对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照片 那个现场 当时这个梅建华老师 还有很多这个嘉宾 都在这个 他是这个 他做一根肋骨嘛 就是何云昌 做外科手术 这个这里有说明 他取出了一根肋骨 然后做成一个项圈 然后呢 把他这个 呃 献给这个 他最亲近的 这些 这个爱嘛 这些个 有他的母亲 有他的这个 呃 这个 跟他 这个关系比较亲密的 这些个女性 对 那么呢 很多人就猜说哪个是他前任 哪个是他现任 哪个是对 完全是根据那个照片上的那个身体语 肢体语言 以及那个对 那个呃 呃年龄 什么他在猜 对 但是呢 实际上 这个照片 只是呃 何云昌 一根肋骨 这个行 这个这个呃 这持续了很多年的这样一个行为的 一个最后的呃 其中的一个影像 呃 远远不是 全 全部 如果我们呃 呃 这个对他整个的这个是这个这个事物本身 这个事件本身 有所了了解的话 呃 那么跟我们再去看这个仅仅从影像上 这个来获取这种呃 呃 猜测又会完全不同 好 这个下一页 对 然后呢 这里头就提到了这个语言 这个开始就细分了 这个这是我这个最近的这个思考的一个新路径 对 因为呢 这个按照这个所谓的语语言与 与图像 那么这个索旭尔的语言学呢 就是我们知道 他呢 这个按照右边那个右上角那个 对 就所谓的能指 就是我们的语音或者是文字 呃 对 完了他有个他相对一个概念啊 你你比如说我们说呃 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我们说这个呃 这个一个 这个我们说飞机 是吧 啊 那他那我们我们说的这个声音之后 或者写出这个字来以后 他们哎 马上他就对应一个概念 就是飞机的概念 我们脑子里就知道飞机是什么东西 对 他指的不是具体的某一个飞机 但他是这个概念 对 那么这个 在语言中 只要我们一提到飞机也好 一个树也好 或者一些什么也好 他马上指向一个概念 但这个我们 指的那个飞机 或者是那个树也好 什么东西 他是不在场的 对 就是我们在交谈的时候 根本不必要这个呃 我们我们说的那个呃 那个指售物的那叫 就是说那个对对象 言说那个对象 他可以不存在 所以呢 索旭尔呃就把那个 就把我那个就右上图 那个虚线的部分 那个指售物就去掉了 对 就说飞机啊 我们就知道不必要飞机 在在眼前看 所以呢 就变成了能指和所指 所指这个他的概念 但是呢 就是刚才这个 施财威老师也提到了 非常有意思的事 实际上语言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不是说这个能指和所指呢 呃 当时索旭尔没有考虑到 这个问题 他认为能指和所指 就像这个一个硬币的 正反两面一样 就是这个 他是合在一起的 实际他合起来 这个部分啊 就中间的那一横啊 恰恰就是这个 对 实际他是经过大脑的 他是要经过 神经科学理论来的 呃 你比如说对一个呃 对一个不懂 不是人类 对一个小猫小狗也好 什么也也好 你跟他说话 对 他他不指向那个概念 对 他他不理解那个所指 对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所谓的能指 瞬间的能指向所指 是因为大脑在工作 是人类的意识在在工作 是把他们给连接起来的 而不是他直接的 就他一定是 是对应的 所以这个 所以能指和所指 后来就一直在认为 他是可以滑动的 对 他不是一对 对应 但我们之所以能够对应 或者不对应 或者是能够的能指量也好 一些一些这些东西 实际上都发生在我们大脑里 而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东西 必须得经过 必须得有神经科学理论 脑科学 啊 这个认知科学啊 像这样的一些学科的技术 否则的话你光说语言学 这个里面可能也是啊 也是不完整的 对下一页 对 然后呢 对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那么影像 什么以前大家都知道 我可能打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就不不 就一直在以符号学的方法 来研究这个影像 可能研究摄影 对 后来我发现呢 这个对研究呢 是能研究出一部分来 但是你要把它给解释清楚了 可能是做不到 因为你靠符号学一门 这一个学科是做不到 对 为什么呢 这里头我就画了一个图 这就非常的明确了 因为影像 跟那个能指所指关系不一样 影像那个直接的那个是被被受物 是那个指受物 也就是说拍摄那个对象 就是那个照片跟那个拍摄对象之间的 它形成了对应关系 而这个概念恰恰是不在场的 对吧 所以那个你比如说 这个我们一个观看的人 对吧 对 一个你你比如说 这个 他能他脑子里有那个概念 有那个概念的 对就像这个 他就能够生成这种概念 对吧 而且还能生成不同的不同的概念 对 所以呢 他完全是这个观看者的 呃 他的意象性来来生成的啊 然后呢 他在说 哦 这是树 这是飞机也好 这么的也好 对 在看了个图片 他说哦 这是什么什么东西也好 恰恰是这个语言描述的 但是语言描述是有韧性的啊 你比如说我们同样在 呃 说今天的呃 这个对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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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 对吧 这个这个天呃 你比如说就我们就说像今天的北京的天气 是一个很很晴朗的天 对吧 那么我们心情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呀 这是一个非常美美美美好的 这个啊 这个艳阳高高照 什么什么什么样 对吧 啊 然后你比如说你那个 你也可以把它描描述成不好 对吧 这个你心当你这个情绪低落的时候 你可以把描述成不好 对啊 我们你比如说呃文学 对吧 作家最擅长这个 他在描写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实际上并不是要客观的描写一个什么东西 面对一个呃东西 他描描他是带有感情性的 对他既可以把它描写成很欢快的 也可以描写成很沉闷的 对他完全是他的那个 对他的那个他在起在起作用 所以语言对这个影像的描述是有任意性的 这个在我在分析那个美国批评家 那个批评论小尔的那那那篇文章里 对就那个我就提到过这个事 对小尔的文章里那个只是有一个教堂 对只是拍到这么一个东西 那个评论家这个副驾上啊 那个啊那个俗气的商业界和那个神圣的教堂 对人那个那个那个影像里没有说那个东西就神就神圣啊 就是那么就是这么一个呃那个视觉的一个结构关系 对但所有那些情绪东西实际是批评家 对他用语言描述来生成那个那个那个 这个东西他具有任意性 那我就我这次在那我那篇文章里我就画了个说法 我说对我我我我用一个进步主义者的态度 我又描述一遍他的那个土相成立不成立的一样 就完全但是跟他的意义就不一样 对所以呢这个影像 他的结构跟那个语言是不一样 语言是能指和所指是是连在是是对应关系 呃对而这个影像恰恰是影像跟那个背设的物体 跟那个事物是形成对应关系 而那个那个概念恰恰是不在场是由观看的人生成的 而且呢在被语言所转所转述的时候具有任意性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对好下一页 对那么这个我们再继续分析 那个影像呃和他拍摄的对象之间 我们假设设计我们假设设想一种最极端的状态 你比如说就是翻拍对 那这个翻拍的照片是符号吗 他不是符号 对吧他不是符号是什么呢 是现象 而在那个极度抽象的那个那个那个影像里 他是符号吗 他也不是符号是非符号 因为符号呢这个他是要替代一个他是替代一个东西 对吧 他是作为另外一个东西的一个一个替代 那么这个东西呢 他之所以能成为符号 你比如说这个呃男卫生间 对吧 他的门口呢 有一个烟斗 恰恰因为他不是一个全部整全的这样一个男人的形象 而只是他这一部分啊 所以他才能构成对男侧男人男性这样的一种指代 这样一种一种替代 所以他能成为他的符号 那么这个女性那边呢 他也不是一个说要要要要整个一个一个一个女士站在哪 以一个女士的处理在哪 而只是一个裙子或者一个高门鞋就够了 对 他恰恰是一个部分 而不是的全部 他才能够成为符号 对 所以呢 那个影像本身并不都是符号 但是影像那里头呢 会有一些个形象 会被那个观看的人识别为符号 然后呢 在这个符号里头呢 就所以那个符号 你看我画的那个下面那个 他是小于那个 就那个极端的具象和极端的抽象 那个时候都不是符号 只有在他们中间状态的时候在构成符号 而在这些所有的符号里头 又更小的部分构成了什么呢 构成了象征符号 所谓象征符号 就像你比如说啊 这个啊 这个你说一一说松素啊 就是联想到英克松啊 一一说这个什么什么就就变成一个大家普遍认知的这么一种带有福马性质的这样的一种啊 就是象征符号 有一部分成为符号 所以那个符号小于影像 那个象征符号呢 又更接近语言 所以就小于符号 所以呢 最小的那个呢 实际那个最抽象的最抽离的那个部分呢 是语言 但语言反过来又最大 因为语言 人呢 又能用语言解释所有的东西 所以但是语言不能够被还原为那个影像 所以影像艺术的那个真正的精华恰恰是那个不能被语言所抽离所给所给能够转述能表达那个东西 恰恰是他的圣优啊 是不可还原的那一部分 才是我们身体的感知 我们的感受啊 我们的那些个对那些不可被被转述的不可被这个呃被符号化的东西 对这才是一个这是我这个对这个整个从这个呃影像这个到这个 这个语言整个的他这个关系的过程 下一页 好 那么这个后面还有很多 你你比如说这个对这个呃 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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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这个语言呃 这个语言在影像里也可以被转化成一种图像 对吧 那就说把那个语言本身也不变成 也不再起到那个中介的符号的功能 而是变成一个什么呢 而是变成了一种实在呃就像那个呃对就像那个逼着雨的那个呃身体这个 这个图景那个图字那个图字既是一个符号又是一种肉肉身对呃 呃你比如说有些个那个摄影家的作品 他那里头呢也有文字 但这个文字并不是说呃来来表意的啊 他本身就是一种 本身是一种物 而不再是那个传达他那个语意了 对但这是很这是非常高级的一种一一种一一种影像艺术的方式 很难做到那一般一拍一有文字人家马上不看图像直接就就去那个去那个用那个文字去理解他整个意义 对这个后面还有很多关系啊 这个呃这个你比如说这个语言啊 如何为图像预制到他的位置 对这个为什么我们一看这个图像 我们很简单那个就马上就能进入到我们那个所谓的概念那个就能进来 进预留那个位置 对为什么有的他就预留不了这个位置 而且能在位置呢滑动 比如当代艺术影像 他就不能够被这个很瞬间的给拿到那个啊 直接就给解释出来 对越是简单的影像 越直接就能进那个各部就那个各就各位 哎就立马被语言就给带走了 而那个复杂的那个越高级的那个影像艺术 他是不可能被这个呃不可能被那个语言所预制的那个位置 就全都给囊括了 所以说他是恰恰说他的那个艺术价值就在于他那个不可以被语言的那个还原性 所以我前我这个去年我也是提出了一个叫理想的理论 对所以这个呃批评家对这个影像的解读是一回事 但艺术家的影像的生产又是一回事 这两个并不完全呃是一个过程 对所以呢我那个今天那个我就先呃这个先讲这个一个大概期的思路 反正春节后我肯定还会专门的做一个分分享 那么十三位老师这个呃这个呃这个你你你对我刚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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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跟你这个想法也有重合不一样路径不一样但是也有也有重合的地方 对对对 对对那个呃就是藏老师尤其是后面讲的那个 这个从具象从现象本身到这个抽象呃这个两端呃这个过程就像中间这个部分才符号呃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是呃很很很精准的或者说很准确的一个刻画 因为之前我看符号学的时候有一些人他有一种犯符号就是他把对对对对什么都当符号比如说他说火山爆发也是一个符号 这个这个符号是象征了地球怎么怎么着那这个好像一切都符号那就好像符号本身就是没有一个被限定了 那他就就什么都能解释按照我刚才那个你都用符号视角来看的话那其实他的解释力就被削弱了 所以说这个限定的话对我的启发我感觉呃很大就是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用符号解释 然后尤其是在抽离他这个象征符号在符号中找这个象征符号那些象征符号呢又跟人类这个这个文化有关就东西方 他不同的那个十字架对吧对对同期他其实看到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我们刚才那个红色可乐瓶 有可能没喝喝可乐的那个原始人就是部落的人他可能就看不到那红色了其实那个东西也是人人大脑构建出来的 就是他其实影响人那个视觉本身 这点我就觉得藏老师就是嗯讲的就是很精准的就是把从那个神经认知角度然后再到符号学这个过程 然后就是也是呃同构的这样一个有一个描述描述出来 就这个就是对艺术品本身的阐释可能是更近端的一种一种一种语言和描述的一种方式 一种解释方式对对对对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前呢就是这个我还记得夫妻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这个呃在2020年讲过一次这个 这个这个从符号学的角度因为那时候我对现象学啊实情科学这块还都不太不是很了解了对这个那个时候呢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你比如象征界象征界不都是符号吗对吧那个那个就是够构成的这个象征界有的就翻成符号界对 这就是我们所有看得见的东西能感受的东西能够有秩序的所谓现实的秩序都属于符号 但是呢那个时候就得有个限定那叫广义的符号那我们现在说这个符号呢叫这个狭义的符号就或者我们说这个标准的这一般的通用的这个符号 但是你想说这个东西分了半天多麻烦 我们那个不叫符号叫现象对你要有现象学来讲那叫现象对 然后我们再说那个现象中的那个符号我觉得就更有意思 那个振宇你那个这个对这个毕振宇实际是对这个哲学是非常感兴趣也是很有研究的对 这个振宇这个我也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对赞老师提到这个就是具象东西它其实是一个现象然后抽象呢它又是非符号的 然后这符号只在就是人们看到那个那个现象和自己感受到这个东西中间游移的那个部分 它只只在就是被人们识别出来但是它又不能就是具体存在出来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但是我对赞老师提出来最后那观点说就是艺术作品是就是它把那个语言把那个符号拿走之后剩下那个东西 才是那个艺术里最有最值得的最有意思的点 我觉得这个我我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其实像中间的这个符号它有点像是那个梯子 就像那个维德格斯坦说的那个灯楼车梯 但是我们需要这个梯子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对于这个事情认知的这个层面 就像西方波禄哲学里它整个讨论的也是关于这种语言的所指向的那个东西的那个不可 就它跟具体的那个真实之物已经已经不存在了 就像尼采他提出来那个永恒轮回就那永恒它已经不存在了 永恒不管是真理还是真实 它都是基于我们认识的就就比如说算法 就像那个海德格尔说那种作家就我们怎么认识世界 然后这世界就是我们怎么认知的那个那个东西 然后我们在到达那种永恒的时候呢 就永远都到达不了永远都在自己这个地方轮回 然后轮回的地方呢就是身体 所以在西方波禄哲学里整个讨论就是关于身体性的一个讨论 因为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真理它都已经不存在了 变成了小写的那个真理小写的这个知识 然后但是很多哲学家他都基于这个东西进行了自己的演绎 比如说像德勒兹他通过这种生成 然后我们就不管他是怎么样了 我们就使劲的去生成把这欲望去展现 然后像福科他把那个我们认识到这个权利 或者这些具体的知识找到了他的那个历史性的那个建构的那个逻辑 他把这个语言给给给解构 还有像罗兰巴特找到那种阅读之中 他并不一定是传递的是真理 他是就是做就读者跟那个文字在游戏呢 还有像巴塔耶他通过挑战那种大写的真理 找到那种身就回总之就所有的这些 我希望这些都是要回归到关于身体的这个这个感受 然后这种身体他似乎就永远在这轮回 但是像不管是批评家还是李文家在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 一方面他确实讨论这个东西跟那个本身指代的真实 他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我们又有一些可以赖以生存的一些隐喻 像之前十三位老师提到那个女人火危险事物 那个作者叫前日莱考福 他有一本书叫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他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有语言 或是就不同人类的语言吧 他听起来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他大概有一些那个隐喻 这隐喻里跟人的身体性是很有关系的 就比如内外上下 然后就这东西他都在对不同的符号里 不同的语言里 他代表着一类的一些东西 这东西是跟我们身体相关的 但他又是一个非常确定的 他不像是关于一个能指和锁指之间的 就是任意的跳街一样 他跟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那个 对对 他是建立在一个基础的这个范畴之内 然后又有一些可以增加的这种多元性的东西 所以对 所以我们要回到身体的话 那就要看这种身体是 应该怎么对待这个身体 应该是像 比如说像李渔老师那种 我觉得他那个飞的那个作品 就是因为我们对 我们有一个物理世界的一个限制 人是不能飞的 但是把这种飞 就是摆脱这种限制 我觉得是就艺术品 他就就就是艺术在挑战的那个不同的结构里的这个可能性 一个东西 然后这东西是我觉得是需要有一定的 对就是理性或者那个梯子来支撑的 然后当然到达之后 观众怎么选择使用这个梯子 可能有就他去他自己的限制了 对对对 这个你比如说 对我刚才要说这个 你比如说呢 这个 你比如说这个一个东西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一个杯子 对吧 因为我们在这个图在这个影像里看到的都是它的一个侧面 对吧 也许它也不是整体 对吧 也许只看了一个瓣 对 它就是展现了不同的侧面 但你能被它还原为这个就把它认定为就是识别为杯子 那叫在现场学叫本质之观 对吧 就说你千变万化 你各种面对后 我还是认为它是个杯子 对 那么你比如说呢 这个但是呢 这个影像的价值恰恰不在于你把它认定为一个杯子 而在一个那个杯子所展现的姿态 而这个东西是无法用语言 就是能够对 你要是用语言说 你是永远感受不到它的东西的 对吧 是给你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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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这个东西恰恰就是什么的 凡是能被语言说的那些个 就能够被那个转述的 或者是能够被思考 被言说 被什么这些东西 包括那个 那个影像的比较 比较那个就是能够那个所谓的 能够引发我们那些个能够能够那些个系 所谓能够识别的信息 恰恰我相 我觉得相当就罗兰巴特说那个所谓的颜面 而那个不可不可被转化的就那个那个 那实际是无意识 那召唤的那个真正的艺术也好 影像也好 它的价值在于召唤你的无意识 那个无意识那个点 那个那个缺口 就是次点 就是罗兰巴特说那个次点 所以那个影像的那个 那个价值就在于 它通过那些个可识别的 那些个可 那些个那些个秩序化的 那些个已经那个 那些让你思考的东西 恰恰最后召唤你那个是不可说 不可思不可不可见的内容 对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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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点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对你比如说我们再说到那个谁的 那个李维老老师的那个 对你比如说呢 飞行是鸟的鹰啊 这种飞行的这种秦类的特特征 对呃然后呢 对然后但是呢 我们不会把这个飞起来的人呢 当成一个鸟 对吧呃我们那个说 对我们直观说那还是个人 对但是呢 你发现他他超越了人所身体 所具有的 那个通常的功能 对吧人是不能飞的 对所以这个东西呢 他就他就飞 他就非常有意思 他就他就是一种所谓的潜在的 我们潜在的那种精神的 那种超越的可能性 对那种不可被那个 就是尤其他飞行那个状态 对吧 那个你还不仅仅是飞这个概念 对他这个那个那种各种状态 否则他一张照片就够了 你知道一个飞一个概念就够了 对他不同的那种身体的姿态 那样的一种呃 那种那种场景呃 恰恰是那种东西呃 激发了我们对那个呃 对他那种呃 那种那种所谓的那个 那个影像背后的那种那种 那种那种不可见的 那个那个那个东西的一种啊 一种一种无意识的那种 或者是我们就刚才像 十三维老师讲那个镜像神经元 那种所谓的所谓的那样的一种 那种感同身受的那样一种身体的 那种感知 就好像我们也是也有一种自由的 那种翱翔的那种那样的一种对那种那样的一种向往 对 李温老师 李温老李温老李温老师 你好你好 嗯 啊 那是老师你好嗯 啊你你你你你聊聊啊 啊 那个呃 我老师都讲得非常好啊 我我自己呢 我我我呃 讲三点 一就是我我我讲我个人的体会啊 一就是那个呃 因为在空中我在拍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呃 承受的他的那个重力的承受点是不一样的啊 跟正常的承受点是不一样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是在那个脚的地方承受 还后来我在空中其实很多是在腰上面 或者在别的另外的身体的别的角度来承受 呃 其实就是会每一次带来一种身体的体验啊 这种身体的体验和那个正常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啊 那这种正常的这种身体的体验呢 其实会每一次都会带着我下一个创作的思考啊 啊 这这个对我来说比较特别 呃 还一个就是呃 我刚才讲那个受伤的那一次 受伤的那一次其实是身体的呃 产生了变化 那身体的变化其实给我带了一个非常大的思考啊 就是其实说比较了就是身体呃 呃 物质它对我的大脑产生了我对未来的一种新的一种认知和判断啊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我在做我每一个作品的时候我比较感兴趣 他我不希望我的作品是每一个具体所指 我希望给予的是一种呃 是我是某一种可能的呃 镜像就是呃 让别人去看我的作品的时候呃 一定是要带着他自己的思考或者说他的一种对应去看我的作品 这个呢可能是我最感兴趣的 因为如果呃 如果我给了具体的所呃 呃 翻项的话我觉得他就呃 我觉得不好玩了 就就啊是一定要带把每个观众所代入 他对呃他对里面的一种对应的思考 这样呢才让这个作品变得丰富 变得更有更多的外援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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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 呃 对我觉得啊 说的非常对 就是什么呢 艺术作品呢 不在于你那个意图 说把控的那个地方下下是超越了你你能控制那个地方对 这才能出来那个那个最精彩那个超出你的意料之外的那个东西对 所以那个是是你那个所你你你那个意图之外你想掌控那部分对 然后你超出了那个那个那个东西是他自己生生是他自己生成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恰恰是你的意识之外的恰恰就是那个所谓我那个你的超越了意识之外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他召唤是那个无意识的对 那个世界是最精彩的对对这个正好还有还有十分钟大伙随便聊随便聊 对 对因为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就是就是大家去看作品的时候大家会把自己就是说很有时候会有很激动的会把他的想法带进来 对这个很好玩对而且当你飞到天上的时候你也不能完全控制你的身体 对因为那个时候对对 对因为有人有问过说你在空中的时候你在思考什么你在想其实有时候都不是可能大脑里面是一个空白 对因为你好像在那个那个产域里面你没有可思考的了 因为你对你就去呃感受你在那个那个那个呃地面之上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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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角就看世界了 对对因为那个因为你毕竟平常你的日常生活不是像鸟类一样对在在天上飞 对对对对所以你你你那个所以偶然性实际是非常大的就那个身体的包括你的动作姿势 背景对吧那个包括那些东西实际上他有很多很多都是在你那个掌控之外的东西但是恰恰是这个东西丰富的那个影像对 对其实每次拍呢其实都会跟想象会有些差别因为呃你想的再好其实在空中那个姿态他有可能会不会像你的想象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那个道具啊有一些不同的呃环境啊不管是风啊或者什么处理环境他都会对你的那个段态产生变化 所以呃呃我我比较在于那种就是呃呃发的或者呃急性的对对对对对这也是那个谁嘛对所以那个达达嘛他们就让就就这个就干脆就就追求这个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艺术呢所谓的最好的表达往往是你不表达对他是那个对因为你一表达就进入那个表达的套路对恰恰那个对那个那个那个你把那个套路给他给他拆散了 哎反而那个表达是那个因为表达本来也不是那个意义也不是你要表达那个东西是还是恰是人家观看的人所生成的你那个东西越对越不表达他能生成的可能性才越大他的意义才越丰富对 对那是说的很对就是我我个人理解就是说我们在在在在思考一个东西的时候是因为把我们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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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方案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之前的思考我们所经历的之前的学习或者所有所见的思考其实都是过去而不是最新的那其实有一种身体的本能的流露有可能他是最新的啊有可能他是最真实的啊 对对这与还有什么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艺术家或者艺术不表达他可能是一种策略就艺术也可以去表达因为像艺术作品他本身他其实本身不是一个语言性的他但他又是一种一种能指然后具体的所指呢可能通过观众自己去找到那个所指然后或者评论家去建构一个新的所指的一个方向但是 就是就是我觉得这这其中跟就是本身这种能指他跟原来创造这个艺术的本源的那个真实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里边就像是一个关于能指的就是如果艺术品的价值呢就是关于那个能指跟另一个能指之间跳跃的这个这个游戏是否精彩这里边像福科他有一个他讲过一个一个戏剧在那个戏剧里大概就是一个角色去就比如说那个那个朱丽叶去扮演罗米欧 就是那演员扮演朱丽叶然后呢这个朱丽叶呢他又去扮演罗米欧然后这中间就是你想要在舞台上是一个朱丽叶的一个形象那他是个罗米欧的形象但你知道这个罗米欧他本身是那个毕业扮演具体的演员是谁他已经就在里边不存在了那甚至这个朱丽叶可以扮演罗米欧扮演朱丽叶再扮演罗米欧 这中间是有一个跳跃的游戏的他每个层跳跃都加入了一个枷锁这里边又有一些那个好玩的东西我觉得这是这可能是这是另外一个层面上艺术他有意思的那个点我觉得就像我那个作品其实我是讲身体图景但其实我讲的呢我是一个非常关键化的一个东西他跟那个具体的身体的那种游移不定性就是他要永恒回归的那东西还 我觉得好像还不太一样他是一个没有被定义的一个新的身体但他其实还是一个符号然后就是我可能通过这种既是他然后他又是另外一个层面这种东西之间的这个悖论然后再讲这个关于身体的这个思考但我觉得如果要有了一些关于身体知识就是说那概念性的身体关键性的身体因为我觉得技术它本身它是一种材料 它是一种思想它也是一个实在存在的一种新的身体的一个特性我觉得就是这种神性的这种如果要对这种技术关键性的身体有了解的话那你肯定先需要成为关键性的身体的那个部分然后才能找到那个身体的矛盾也好或者是那个特征也好对所以就是就是能指和能指之间跳跃游戏调情或者把玩这个空间 但是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点对所以这个你像这个对你那个身体图景呢就说在我看来就是它是一种前符号就那个在未成为符号之前的符号因为他那个因为那个平常我们人的那个身体的肢体动作那个肢体语言基本我们能看出来点什么对吧你比如说我们一白手是再见我们一伸手是邀请对吧他基本上那个呢对不对他哎呀哎呀他不懂这个对他学了半天呢他没有把他这个身体语言 那种彻底的那种变成一种语言对他是一种前语言和那个前符号状态但他本身呢又有一种类似于语言和符号的东西对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呢他拓展出了一种所谓的意义的一种一种空一种空地对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恰恰是什么呢是我们人类的观看他的时候呢而且还能跟他互动这样的话呢他又不是我们人类的身体但又像我们人类身体 迹象又又不是这非常有意思对但你比如说这个林伟老师这个作品也也是人是不能飞的那么他飞起来了飞起来之后呢对他这个对他具有了这个他是个人但是他又具有了这个超越了这个人人体的所有所有所这个所这个他的机能对所以这样也是一个就是说他实际上呃那个对于林伟老师来讲和对于观众来来讲这既是个人类的身体但是又是一个超越了的 又又是一个放飞了的和不一样了的这样一个身体对他甚至可以召唤我们对他成了我们的另外一个反观我们的东西对这个我觉得都特别有特别有意思对十三维老师呃那个对我我想一个想法就是也是跟我问一下三老师就是关于符号的话就是艺术创造过程中我们其实达到一个共识就是尽量避免被符号化就被任何这些呃能指或者符号 或者语言所解释那么就是因此呢比如说追求一种呃前符号状态就是成为甚至说刚才那个藏人说就是成为现象本身就是影像本身现象本身那么他才是一个好的艺术那么就是接下来就是我想呃问或者说呃确认当时就是是不是说就是但是已经形成了符号就已经形成了能指他是不是也可以当做一个 现象或者当做一个现象自身然后这样一个素材被表达出来可以啊可以对那那这样的话我的感觉就通了实际上就是我觉得符号呢其实他就是类似一种稳态就是影像为什么没有成为现象本身呢就是他是一种连续的世界的状态他就没法被这些人的有限思维所固化成某种范畴某种概念 就换句话就被符号化对吧那么但是呢呃呃呃如果说一个艺术那创造了好的这个现象本身就大家呃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东西的就没有被符号化的这种或者用新的东西用新的现象那这个是一个好的艺术了但是在人类历史发生之后那个评论家就出来了那评论家本身呢他又会把这个东西又给一个命名给一个解释比如说给一个什么心理原型的象征对吧 人类潜意的象征那他又变成了一个符号对吧就是原来他就完成了不是在图像里完成了对对他是又变这个评论家或者解释家然而完成了那他完成这个符号之后呢他又变成了一个呃可以当作符号现象自身的一个东西那未来的人创作呢又可能像那刚刚毕竟云老师那样就是我对这个符号本身或对这个能值本身然后就我我进行某种互动 这样的话他也表现的不是原来那个含义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符号跟概念之间的游戏过程对对我觉得这个对他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呃我以那个因为我也搞摄影实践嘛就是这个我也拍摄嘛对我这个对我这个因为我也是这个不光是在纸上谈兵这个我就说呃你比如说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就以摄影为而且不以那个就以那个直接摄影就是那个相机拍就是摄影呃那么你比如说呃 呃我们拍一棵树呢就是一棵树对吧这个东西对我们管他是图像也好什么对他是看的人就是一个符号对吧但是呢你怎么就能够避免这个叫他就一看就给看透了就是那个就这东西就很直白就在一个图像即符号即象征即语言对吧就直接过来这不就没意思对吧所以呢那么就是一般的人呢就在想就是我怎么美化他这是沙龙摄影的思维嘛就我怎么用一个特定的光影啊用一个什么 招侠晚霞什么彩云我怎么装饰这个树对但你怎么装饰都没有意义对这个东西严格的讲这一种很那个什么对这比较low的东西对那么这个那么怎么就能够他就变成一个可生成符号变成个潜符号就是可潜在的符号可可被观者生成符号而不是这个呃就是那个直接就是他就直接过去了一下就过去了呢实际是利用他这个不同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个所有的东西他的意义呢都在语境中产生那么你这个术语另外一个东西呃的关系另外一个什么暗影的关系这个东西那些其他的那那那种东西的关系就能够呢形成个新的内容那就是说我们以往呢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要用一种啊合适的艺术形式来表达我们既定的一个内容对吧就是我们想说的什么什么东西这个恰恰呢我们我们不能说 反正这个东西不是说不是我研究的我对这个是不感兴趣的呃我对我觉得最高级的东西对我我所研究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在我们特定的那个视角里让他生成一个新内容而这个新内容是尚未被符号化的尚未能直接通达语言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没有视觉训练的观众一眼是看不懂的呢因为他没有在自己的大脑里建立起那样的一种神经元业接那个当代艺术当代影像为什么是有有 有意义的呢因为他看完之后他不是一眼就从那个图像到到符号到象征到语言就给就过来了对而是什么呢而是对你得自己在你大脑里生成于是他才他从一个前符号一个潜在的符号或者一个钱符号之前的那么一个可称符号的东西在被你生成了意义之后在你大脑里生成了一个符号你赋予了他的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个东西意义才有意义呢这就是人类的文明的进程为什么呢对因为你的大脑 产生了新的链接你你生成了新的感知方式这是艺术最最最有意义的地方否则你说我就那么一个东西我拍那个东西他马上一下就变成语言了我就一句话就说清楚了那叫宣传和广告那不是一种对对对这就是一个 我觉得我觉得时代的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当一个一个概念被能指被固定化之后就有点像福科说的 那个知识权力考古学就当我们定义什么是文明什么是疯癫之后好像在大众之内这个东西有一个共识了但是就福科通过对这种东西的考古就是以前有一些东西他其实还不分明的然后在一个历史之内就在这个权力之内就像刚才稍稍提到的邦调某一个艺术品他具有了一个很强的一个能指性他固定下这个符号了他就成为那个权力的那个部分了但是我觉得像曾老师说的就是艺术他家 他应该是一个更更小写的那种永远要被那个能指所所定义他永远在逃避一种被很多的说那种狭狱化要变成一种游牧的就是要躲避这种被被符号归训的这种东西的存在 当然提到像语境这些需要把人纳入到这些东西里然后找到那种就是无法被解释无法被符号化的那个那个空间所以这可能是艺术的两个两个部分一个是可能被博物馆化或者被权力化的一个艺术另外一个就是艺术现在存在的那空间他要被他去打开新的空间 自由的双程的对 对 我觉得这个张老师讲的特别好就是一个物理的符号你可以把它再产生一种新的符号这可能是艺术很有意思的 他也就是说他把这个符号赋予一种新的一种文化价值他也是有意思的对 对对对对这里头呢还牵扯今天没有时间说了等我这个将来会会分享这个时候我可能还会说光那个语那个符合那个拉康实际还有一个概念对我启发也特别大就是他说什么呢都是艺术家这个语言啊他不是叫他不是语言学他叫意言学意是他自己生造一个词对他把意证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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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证的那个意跟那个语言的那个言他给他给合起来 所以翻译上中文就叫意言学就那个那个意那个简单说是一种疯子的语言 实际上对他不是一个那个既定的那种就被那是因为所有的万事万物都可以被人类那个语言所是预设的那个位置都被你给欠进来对吧 我就我的语我所有我用的我那个概念都能给你占占有了对艺术恰恰是要逃避一种占有而不是自己往坑里跳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那么怎么办呢对所以那个图像的本身因为他不是概念的他是直接对那个对象的所以这时候呢那个锁纸就可以就可以是变成的这个任意的就可以变成的他就松绑了 那么这个再一个我进入的语言我也不进入那个各就各位的那个那个已经给像埋好了就挖好坑那个语言 我记住到那个没有那个在坑外乱蹦那个语言那个在那个那个词特别有意思叫拉康宾我们叫一言学疯子的语言那个疯狂的语言那非常有意思 那但这个今天这个就这个也是有意思那我写文章这些都会在分都分析进来就加以分析对 所以那今天就没有时间说了正好时间也到了这个正好再跟这个这个收听我们这个这个朋友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呃这个 我们的后面的研讨还会在瞬间后还会继续还会邀请更多的这个学者和艺术家来这个参与我们的讨论 另外呢大家呢对这个呃我们的展览一直到2月29号呃才这个闭幕所以在这个呃大家对感兴趣的时候呢在这个期间对呃周一休息除了周一以外嗯大家欢迎大家去这个参参参观啊这个好那今天这个时间也到了呃谢谢几位老师谢谢今天呃 收听我们这个直播的朋友好那这个再见 再见再见谢谢 好 谢谢 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用心聆听本期呼吸公事员饭局身体的凝视影像艺术展第一期研讨圆满结束 也非常感谢各院校机构和媒体的大力支持与参与 我们期待下次再见谢谢